用了这么多年的双手实践制 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有五根手指头 当然了,这归根结底是一个进化问题 但并不是通常那种情形的进化问题 我们首先要观察动物如何在胚胎发育中调控肢体的数量 一种特殊的多指基型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问题 很多基因异常都能带来多指基型 大多数多指基型发生在手指的某个关节上 甚至是趾骨分叉 非常影响正常的生理功能 但也有一种相当罕见的多指基型 多出来的那根手指在形态和功能上完全正常 很难说是多了哪根手指 这种和谐的多指基型源自一个异常表达的阴伪基因 或者更加直接的异作刺猬Sonic基因 这个了不得的基因主要调控胚胎发育时的形态变化 尤其是体肉的极性 就人类的手指来说 胚胎发育到30多天的时候 四肢都只是一个奇状的枝芽 然后在第五周分出五个半来 就是日后的五指 这是因为刺猬Sonic基因会在四肢枝芽的轴后侧 也就是小拇指一侧集中表达 合称名叫刺猬Sonic因子的信号蛋白 这种蛋白向着拇指一侧逐渐扩散 在不同部位形成了不同的浓度 枝芽中的干细胞根据这种因子的浓度 程序性的迁移和死亡 分化出手指并确定了五指的差异 如果这个基因表达异常 刺猬Sonic因子产量偏低 手指分化就会提前结束 不足五指 反之就会多一根指头出现这种和谐的多指 刺猬Sonic基因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 它在胚胎发育中的关键地位 更在于它相当古老 可以追溯到所有两侧对称动物的共同祖先身上 我们叫它刺猬Sonic基因 就是因为它最初发现在黑腹果蝇身上 它的一个突变能让个体浑身长刺 因此得名 回到我们身上 从水洼里的蝉除到夜空中的蝙蝠 现代四族动物在胚胎发育早期 全都以相同的机制 由刺猬Sonic基因调控手指数量 其他变化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微调 比如猪退化掉了拇指 马退化掉了中指以外的四指 精类五指并入手掌成为了棋 鸟类没有五名指和小指 其余三指愈合成了异 另外象需要支撑巨大的体重 熊猫需要握住纤细的竹子 艳鼠需要宽大的铲状足 也都无法逃脱五指的宿命 都是将掌骨中的子骨 特化成了一根假指头 这就将五指变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需要追溯到我们的共同祖先身上去 那大约是在3.8亿年前 鱼类刚刚登陆的时候 我们已经确定陆生脊椎动物 发展自泥盆级的肉骑鱼 与现代常见的浮骑鱼不同 肉骑鱼的鱼骑 有许多类似脊椎的骨骼支撑 一些物种借此在泥泞中勉强匍匐 比如针长鸡鱼 提塔利克鱼等 肉骑鱼的胸骑和腹骑不断增粗 骨骼精简重排 顶端也向着宽大扁平发展 终于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机缘 它们生活在3.65亿年前 看上去还像一条扁平的鱼 但鱼骑已经进化成了明确的四肢 而且无论前后肢都是八根指头 同时代的图式猿有六根指头 鱼式猿则有合并成五根的六七根指头 最初的四族动物在不同的分支里 有不同数目的指头 但是到了大约3.5亿年前 五指就渐渐占据了优势 这是骨骼进一步精简的结果 这带来了更加牢固的结构和灵活的运动 同时又不至于太少 失去了抓握能力 但我们无法认为五根指头 就一定强过四根或者六根指头 更加现实的情况是 早期四族动物中拥有五指的那一只 因为某种原因而发展壮大 排除了竞争者 使得五指成为主流 我们应该说 现代四族动物都是五指 仅仅因为其他指头数量的四族动物 很早就灭绝了 五这个数字没什么特殊意义 只是控制它的刺猬Sonic基因 实在太过重要 一旦确定下来就绝难更改 五根指头这菜被锁定下来 混乱博物馆正在寻找 视频制作人和实习生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请发简历到 kaosmuseum at foxmail.com 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朝阳区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微信搜索混乱博物馆 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